香脆鲜霞汉堡包的做法不重 1. 面包的做法是将A的材料揉成面团后进行一次发酵 2. 分割 3. 静止 二次发酵 烤成的顺序完成 4. 净烤箱前表面涂上蛋液 5. 沾上芝麻即可 6. 烤箱的温度为200度烤17分钟 8. 9. 将虾去腹部 背部虾线 用盐水洗净 10. 11. 12. 然后将酒的一半鱼松芋头饼 加入搅拌机里较碎 另一半虾仁切碎 13. 14. 然后取出 放入剩下的一半碎切的虾仁 放入壁中剩下的调味料 15. 16. 17. 18. 然后放入冰箱里冷藏20分钟 19. 取出后分成4整份 然后按照C中的顺序进行操作 20. 21. 170度的油炸骨 6分钟 22. 取出控干油分备用 23. 24. 包菜切碎 用冷水泡10分钟左右 控干 25. 鸡蛋捣碎 加入液中的材料搅拌均匀 26. 然后把面包切开 放入炸好的鲜虾包 然后上面放上24的包菜 27. 然后放入25的鸡蛋 28. 然后放上秋笔酱即可 第二节节节节节节 breve 对